一对一单挑,死战不退的话,三国有谁能打败张飞? 单挑,死战,不退,这种作战模式下,能够打败张飞的恐怕寥寥无几。 在演义中,超一流武将只有十位,分别为诸侯阵营的吕布、炎梁、文丑,曹魏阵营的徐楚,点为蜀汉阵营的吴胡将。 除上属十人之外,再无超一流猛将。 诸侯阵营中的花雄、曹魏阵营的庞德、徐晃、二张、二夏侯等人,蜀汉阵营的魏严、东吴阵营的孙策、太史词、甘宁。 这些人只能是强一流猛将,与那些超一流还是有明显差距的,譬如以下数据,夏侯敦十个回合左右,被吕布揍到飞马回阵。 徐晃二十回合,速败于炎梁之首,张和遇到赵云、马超、张飞等人就被虐,张辽、太史词。 孙策基本与张和在一个档次,魏严硬刚张和的话,最多就是五五开,甚至略亏。 至于白马庞德,虽然略强于徐晃、夏侯渊等人,但很难挤进超一流的行列。 他在互助兴气的情况下,需要奋力厮杀才能击退魏严。 他在打了机械时,或并老年关羽,还被率先明金召回,需要用诈术才能战先。 因此,这些人都对张飞构不成任何威胁。 所以,张飞的潜在对手,只有九人,我们分别讨论。 一,徐楚对战张飞,徐楚这个抠脚大汉,数次遇到张飞,都像个受气的小媳妇一样委屈。 张飞夜间劫营被围,遭遇以徐楚为首的曹营八虎将的围攻,身边的部族大多不战而降,十八起烟将,寡不敌众。 但是,张飞正处于巅峰期,仍然能够左冲右突,前遮后挡,然后杀开一条血路而走。 仅从这一次交锋来看,徐楚就被比下去了。 当阳桥,张飞面对的,是以徐楚为首的十位猛将。 徐楚的秉性是最爱强出头的,但他面对张飞的疯狂叫嚣,并没有选择上前单挑,而是跟着曹操狼狈而逃,徐楚的勇气哪里去了? 葫芦苦口,张飞杀出,曹操欲险。 徐楚救主心切,骑着乌鞍马就冲了上去,张辽,徐黄也上前驾攻。 这一战的结果,乃曹操亲眼所见,就是徐楚三人逃了回来,还诸将各自带伤。 诚然,徐楚因为无鞍马的原因,战斗了降了二三成,但加上张辽,徐黄二位和三人之力,至少相当于一个满邪徐楚了吧。 不还是被张飞虐到带伤而逃? 杨亭关,徐楚醉酒护粮,被张飞查获。 这虽然不是公平战斗,但遥想当年是徐州那次,张飞醉酒时,吕布都要绕着走。 反观这次,徐楚醉酒时,张飞上去就给他戳个血窟窿,这大概就是差距吧。 此战过后,徐楚基本就废了,张飞专刻徐楚。 纵然给徐楚一个公平对决的机会,他也不是张飞的对手。 二,点围对战张飞,一缕二兆三点围。 这个顺口溜太不靠谱。 点围唯一拿得出手的高光战绩,就是与刚出道的徐楚完全占平。 这一战,徐楚三次主动落战,足以说明他有信心与点围完全抗衡。 其实,后期的徐楚,经过与吕布、关张、赵马等人的高强度作战,经验值和武力值都得到了大幅提升,已经超过了点围了。 点围只是力大,但无意并不精湛。 首先,他跟随曹操数年,只斩杀了一个黄金贼,其次,他虽然有杀腿吕布似剑将的表现,但击杀率太低,与徐楚力斩数十将,或者赵云各种刷人头的来比,似乎并不出彩。 最后,点围是超一流中,唯一被小喽啰杀死的,这与马超的剑术一对五,杀二逃三,枪法一对八相比,挑死杨复七兄弟,或者与关羽的单剑杀退二百余刀斧手相比,都逊色太多。 点围中勇,死得也壮烈,但这并不能无限拔高他的武力。 客观来讲,点围的上限绝对不会超过同关的徐楚。 同关之战,徐楚在封魔之后还是略赐于马超,而巅峰马超单挑,四十九岁的张飞也只是平分秋色。 如果点围遇到巅峰张飞,基本上必败无疑。 三,严梁对战张飞,严梁勇冠三军,就因为他被关羽一刀砍了,就被许多人无限贬低。 白马之战,严梁对上虚晃,二十回合速胜。 曹营朱将力然,徐楚肯定在场吧,他怂了。 二十回合速败虚晃,点围,徐楚能够做到吗? 不可能。 因为徐楚用了五十回合,也没能占得虚晃的便宜。 至于严梁之死,资深三国你都懂,不管是参考演绎的其他版本, 还是斟酌剧情的自理行间,都能够充分表明,严梁是死于回错意, 在未做好战斗准备时,就稀里糊涂地被关羽秒杀了, 根本不是一场公平单挑。 那么,炎阳单挑张飞,能赢吗? 于认为,应该不行。 还是张飞夜间结营的一次,他杀到虚晃面前,眼看跃进又赶了过来, 张飞心急之下,请客间嗜血暴走,杀条血路突围而走。 这个过程,肯定是小于二十回合的,如果回合数过多, 肯定就被跃进,徐楚等人缠斗上了,再想脱身,恐怕就不可能了。 就从这个爆发力来看,张飞就应该略枪于炎梁。 四,文丑对战张飞,文丑也不是菜鸟,他是与炎梁齐名的猛将。 如果炎梁加文丑对战点为家徐楚, 那么河北双子星的胜率是非常大的。 文丑与赵云已经是连续厮杀,出现了明显提损, 仍能六十回合战平。 文丑与张辽、徐晃,如果不是徐晃出言提醒,出手相救, 估计张辽都死两次了。 徐晃截住文丑单条,料敌不过,也拨马回去了。 文丑占关羽,其实也不算公平单条。 第一,关羽是突然乱入,令文丑匆忙应战。 第二,关羽的三刀暴击确实凶狠,文丑吃不消。 第三,文丑本来是逆袭徐晃二将, 但关羽加入后,形势瞬间转变成三打一, 文丑肯定心慌,所以选择逃跑,可惜被赤兔马追斩。 如果文丑与关羽公平单条,应该还是不敌, 但不至于这么狼狈,更不会三个回合领和犯。 如果文丑单条张飞,因为胆气不够,力量略弱的原因, 在张飞的拼命打法和咆哮震慑下, 绝对扛不住那条凶狠的蛇毛。 其实,吕布死后,直到赤壁之战前, 关羽、张飞就是两个无敌的存在, 颜良、文丑虽猛,也只是命运悲催的绿叶罢了。 五,关羽对战张飞, 关羽、张飞这哥俩,武力之一之都在伯中之间。 吕布时代,关羽还比较低调, 但张飞偏不信邪,吕斯在吕布面前叫嚣, 动不动就要火兵三百回合。 吕布死后,关羽虽然斩了严良, 被曹操奉若天人, 但却当面推崇张飞的无意, 某合族倒栽, 吴帝张义德如何如何, 这句话被曹营诸将, 记载了一炮金底, 这才有了后来的当阳桥。 关羽看到严良, 就说人家是插标卖手, 实在太狂了, 但他却由衷地赞扬张飞, 也许在关羽心中, 这个刚猛憨直的三弟, 比他还要强一点。 那个机灵, 单挑关羽三十回合, 却被张飞十个回合赐死, 其实并不能作为参考点, 因为关羽单挑即临时, 明显放水了, 认真读三国的朋友, 应该都懂。 古城会关羽空手无背, 却躲过了张飞的蛇毛, 而张飞也说与你拼个死活, 整体来看, 这哥俩的水平基本不分宣制。 如果这二人单挑, 二三百回合难分胜负, 但是关羽有一个弱点, 那就是不善于九战, 因为青龙刀太沉, 九战之后体力消耗过大, 会出现后继乏力。 客观地讲, 关羽占张飞, 最多就是无限占平, 到后期可能还会略亏。 六, 赵云对战张飞, 长板坡, 张飞曾经说过, 如果撞见了赵云, 一毛刺死, 他真的能够做到吗? 肯定不能, 张飞只是图个嘴炮痛快而已。 赵云有很多记录, 比如斩杀数据第一, 冲阵次数第一等, 刺死趋移, 高揽, 行道容, 朱燃等人, 都是在乱战中一击致命, 但他缺乏超级热血的单条表现。 单条文丑, 六十回合战平, 而且文丑提损在先, 单条虚处, 三十回合战平, 夜战出现过一条三的局面, 单条离点, 十余和战胜, 除此之外, 再无高光的单条战绩。 整体来讲, 赵云在乱战中的单兵作战能力, 应该强于自身的阵前单条能力。 赵云杀退过张和, 徐晃, 夜夏退过这二人, 而张飞杀退过徐楚, 张辽, 徐晃, 夜夏退过曹营十大猛将, 相比来说, 基本在同一个层次。 张飞单条赵云, 必定是三百回合的热血大战, 进行到后期, 这二人也难分高低, 但张飞骂得那画面太美, 赵云不敢看, 只好面红而吃而退。 七, 马超对战张飞, 加盟官夜战马超, 是整部三国中最热血的一场单条。 张飞被诸葛亮激将, 斗志暴增, 又被刘备屡次劝住, 不要出战, 比其锐气, 直到马超的气势一难, 人马接卷, 这才下官厮杀。 可以说, 张飞在心理和气势上, 战得了一定先机。 双方在激烈单条过程中, 刘备两次恐张飞有失, 第一次集明金收军, 第二次亲自披挂下城来观战, 撂敌, 而且张飞还摘掉了头盔, 有减轻负重的嫌疑。 然而, 张飞打得吃力, 马超也不轻松。 二百余合之后, 马超没有占到任何便宜, 而且心急之下, 率先诈败, 还要扔出铜锤搞偷袭。 可以说, 这二人基本不分高低。 但我们要明白一点, 此时的张飞已经四十九岁了, 早就过了巅峰期, 此后不久遇到张和, 竟然三五失和都拿不下。 如果马超遇到巅峰张飞, 恐怕就要不敌了。 以许楚为例, 前面已经讲明, 许楚与巅峰张飞的差距很明显。 在同关之战中, 许楚曾经怒目, 而世下退过马超, 还曾血拼马超二百余合, 甚至折断了马超的枪杆。 马超在战后也心有余计, 说出了恶战者, 莫如虎痴。 有人说, 前表吕布, 后表马超, 马超不减吕布之勇。 真的如此吗? 许楚战吕布, 二十回合之后, 曹操就让点威上前帮忙, 许楚战马超, 血战了三场, 曹操都没有派人助攻, 是问马超能和吕布相比吗? 综合来讲, 马超虽然呼声极高, 但还是不如蒙张飞。 八, 黄中对战张飞, 壮年黄中, 大概可以匹敌巅峰吕布, 甚至可能天下无敌, 但咱们遵循援助剧情, 只能讨论出道之后的老黄中。 长沙之战时, 关羽已经过了巅峰期, 与黄中基本战平, 但是黄中率先出现了重大失误。 马是前提, 应该算先疏离场。 此外, 黄中还有几处不尽如人意的地方, 一是单挑昙花一现的李延, 竟然心悸之下, 五十回合未能取胜, 二十与魏延搭档, 曾经在兵战中被吴兰, 雷同杀退, 三十遇到张河, 徐晃, 根本杀不出去, 这与关羽, 张飞, 赵云还是有差距的。 总之, 老黄中毕竟年老体衰, 而张飞不仅是刚猛一排, 还是个比关羽更加灵活的技术流, 黄中肯定吃不消。 九, 吕布对战张飞, 最有实力战胜张飞的, 就只有吕布了。 虎劳关时期, 吕布是巅峰, 张飞还在成长期, 吕布必胜张飞, 如果是公平单挑, 张飞可能撑不到四十到五十回合。 时徐周, 张飞已经快速成长, 赶在吕布面前屡次挑衅, 而吕布也忌惮张飞的凶狠勇猛, 尤其是看到张飞, 那条胡乱挥舞的醉毛, 竟然要绕着走。 小培成, 吕布已经被貂产, 严实缠身, 精气神都要差离大劫, 而张飞经过与吕布多次遭遇之后, 武力值飞速猛涨, 已经可以单挑吕布上百回合了。 困手下批期间, 吕布已经被酒色掏空, 曾经在途中遇到张飞, 先让高顺出战, 却速败, 再亲自单挑, 却因为曹丁赶来, 出现了不敢恋战而走的局面。 这个时期, 吕布如果没有吃土马, 未必能够干赢张飞。 如果是巅峰吕布, 对战巅峰张飞, 大战百合一上, 张飞必定开启拼命模式, 蛇毛比话题要长, 而且各种狂骂, 一举三性加奴, 就让吕布气短了一截。 吕布眷领娇气美妾, 而且是主公身份与张飞拼不起, 一旦张飞以死相逼, 吕布大概率就会骂骂咧咧地出身闪人了。 单挑不退, 能够战胜张飞的, 估计只有巅峰吕布, 这还是在吕布豁出去的情况下, 比如张飞掳走了貂蝉, 那么吕布必定会打了鸡血暴走, 应该能将张飞打趴下。